外媒称,中国正在突破高超音速轰炸技术 在高超音速状态下 发射武器或者是发射二级航天器到底有多难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贤绍 据印度欧亚时报报道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称 他们已经开发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系统 用于测试高超音速飞行器发射武器 或者是小型航天器的能力 这项成就为中国研制高超音速轰炸机的原型机打下了基础 当然,印度媒体关注的这项技术 他们把目光瞄准的是未来的高超音速轰炸机 其实这项技术更有可能会用在中国 未来所发展的空天飞机及其搭载的有效载荷 比如无人驾驶航天飞机 在分离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原理和过程 但是无论是用高超音速飞行器向下投掷武器 还是向上发射航天有效载荷 其难点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是从腹部发射 一个是从背部发射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主要通过风筒中使用的普货系统 来研究轰炸机或者是其他军用飞机的武器发射测试 因为轰炸机也好 战斗机也好 一下或机辅内挂载的武器 只要它离开机体 就会产生气动力 那么这些气动力到底对飞机本身的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是个必须进行严格的测试的 否则导弹或者炸弹投下去以后 翻了筋斗 刮碰了机翼机身 那可是不能允许的 因为危险性非常大 比如带有隐性的炸弹在投掷的过程中突然上扬 接触到了机体 结果是触发隐性引爆了炸弹 那恐怕你还没有炸弹别人先把自己毁掉了 因此现在的军用飞机都是要进行相关的武器投射测试的 先在风动中测试 然后在空中进行实际飞行测试 外媒发现中国的团队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高超音速普货轨迹系统 它使用两个撤立天平 使飞机和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飞行器 以及它的有效载荷保持平衡或倾斜 从而用于测试飞机和导弹在分离过程中的轨迹 或者用于测试高超音速飞行器 以它的有效载荷分离过程中的气动特性变化 这两个机械前屏配装在飞行平台模型和有效载荷平台上 它们能够进行任何方向上的抚养滚转和旋转动作 这种双臂普货器轨迹系统能够在一米左右直径的高超音速风动中 复制6马赫飞行速度下的武器发射 从而获得细节过程和准确的数据 印度媒体认为这项研究成果 推动了中国在高超音速装备竞赛中的领先地位 因为到目前为止 其他国家现有的普货轨迹系统测试都只支持单体运动 也就是只有一个天平 要么撤导弹 要么撤飞机 而在高超音速范围内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使用双体运动的普货轨迹系统的报告 印度媒体称 总体而言 中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 可以帮助中国很快的开发出一种高超音速的轰炸机 印度人的担心 有没有道理呢 有一定道理 因为这种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分离测试 可以说相当复杂 要想开发出未来的高超音速空天飞机或者是高超音速的轰炸机 必须首先突破风动测试技术 如果在风动测试中你拿不到应有的数据 那么未来的试飞将会充满风险和大量的未知数 可以说高超音速风动的吹风试验是开发一款新型的高超音速平台 离不开的手段和阶段 那么只要有了这样的测试手段 那么未来我们无论是开发空天飞机 高超音速飞机 以及高超音速轰炸机 都奠定了基础 因为无论是高超音速的空天飞机 还是高超音速的轰炸机 必然会遇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极高速的飞行状态下 你怎么向上或者向下投射你的有效载荷 在投射的过程中 这个有效载荷会发生什么样的动态变化 对飞行器本身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没有先进的试验手段 那么这期课题就很难搞清楚 技术瓶颈也就很难突破 显然在该领域 中国又先行了一步 好 今天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